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皇上下旨吧 皇上下旨吧 诸位爱卿 朕要三思吗 今日之事有目共睹 皇上要治天下与不顾吗 请皇上下旨 否则老臣就要行辅政大臣之责 代皇上拟旨了 请皇上下旨 将苏克沙汉拿下 臣领旨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将乱臣贼子苏克沙汉拿下 走 走 皇上 走 臣指望皇上快快长大 快快长大 皇上 走 走 走 列位称公 列位称公 抬起头看看 臣上朝来参贼 下朝是全被贼参倒了 国贼不出 你们的下场也不会比辰好 都是 各位臣 你 啊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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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一宿 你跑到哪儿去了 把朕料先不管 大臣们 都丧尽天良 不败这个乱臣贼子 等着吧 朕 朕饶不了你们 厄比龙 您朕脱逃 老索尼装弄作哑 速可杀哈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朕 朕丢人丢大了 做皇上 要受得住委屈 才成得了大事 今天这场冤枉 早晚能找回来 你怎么才回来 今天朕差点没命了 你看 看见没有 欧拜想要朕的命 老长 又再看了 这红月说明 欧拜不敢伤你 他只是吓唬你 凭他那身武功啊 他只要支出三分力 皇上这胳膊就没了 真是 朕怎么就被他吓住了 朕 绝不能认输 北东庭 朕令你召集侍卫 你可将乱臣贼子熬败逮捕 叫刑部审办 皇上 北东庭 去 这 等等 皇上 奴婢求皇上冷静一会儿 不管发生什么事 等老祖宗回来再说 你们抗使吗 北东庭 马上去 这 东庭 皇上这会儿雷霆大怒 你可得稳住神啊 皇上逼我拿人呢 我怎么办呢 拖延 太皇太后快回来了 你看 太皇太后回来了 快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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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祖宗回来了 啊 等一下 孙儿给皇祖母请安 罢了 这一阵子你可好啊 孙儿好 孙儿前一阵子还冒名应事 同天下读书人比了一回 轻轻松松的就得了个叹花 听说今儿是同朝义政的日子 朝廷上好吗 皇祖母知道的可真快啊 禀皇祖母 今天朝会时 敖拜等人带头闹事 孙儿折战群臣 将他们驳得匹无顽肤 那个敖拜像烂泥似的 跪在孙儿脚前 一个劲的磕头赔不是 孙儿说 你既然知罪了 朕暂时不办你 以观后效 够了 你扫不扫头 你溃不溃得好 要不是肃麻拉姑 还不知道你要捅出多大的乱子 你不觉得你有多么鲁莽 竟然想提前轻正 你连站还没有站稳呢 你就想跑 就凭你现在这点本事 连几个大臣你都对付不了 相反 倒让他们把你搞得团团转 就说敖拜 他全地结党 这不是一日两日的事 你休想弹指之间 能够把它解决掉 至于那苏克沙哈 他是想借你皇上的名义 来搞掉那个敖拜 壮大他自己的势力 大臣党争 自古就有 你这个做皇上的 本可以超然其上 分辨是非 两边利用 而你呢 你反被别人利用去了 你懂吗 我琢磨着 敖拜 即使没有谋你之心 他早晚也要让你给逼出来 他会胆大妄为 就像你这样 如此轻举妄动 他就会变本加厉的 到时候 他既有贼心 又有贼胆 你想过吗 三位大人 奴婢有礼了 苏玛拉姑啊 越长越漂亮了 太皇太后在吗 大人真是神通广大 不瞒您说 老祖宗啊 刚刚回来 连口茶都没来得及近呢 你给通报一声 耍敖几格 来给太皇太后和皇上请罪来了 是 请跟我来 好 老祖宗 太皇太后您可回来了 近日同朝议政时 臣一事冲动 竟然忘了君臣之礼 亵渎了龙体 退朝之后 臣愧恨不已 如乱箭穿心 臣特来向太皇太后和皇上请罪 请太皇太后众动地处罚臣 并免除臣辅政之职 我等于向太皇太后请罪 我年纪越来越大了 可是我眼不慌耳不聋 想过几年太平日子 你们以为我治不了你们吗 你们以为我们孤儿寡母的那么好欺负 奴才盖子 奴才盖子 奴才万事难辞其咎 你们给谁磕头呢 我不领清 敖拜 你自己打量打量自己 你是不是觉得 你自个儿的脖子 比皇上的腰还粗啊 请皇上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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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了 平身吧 今天这事有你们的罪过 当然也有皇上的不是 可是你们几个做大臣的 明明看见皇上被人利用蒙骗 你们不好好的劝道皇上 还要在外省的都府们面前 在朝廷上大动干戈 你们 怎么做朝廷的表率 请问 怎么做国家的栋梁 这事我先给你们记下了 将来你们如何将功补过 自己去想吧 谢太皇太后恩典 即日起 臣定将痛改前非 苏克沙哈呢 臣遵旨将苏克沙哈请入行物歇着 好酒好茶地伺候着 在未得到太皇太后意旨之前 臣不敢自转 他怎么说 苏克沙哈已有奏折 说他知罪了 自行摘棺霸绝贬至太庙 一辈子给先皇守灵去 这等奸贼 有何面目给太宗守灵啊 杀了他吧 臣遵旨 你们都给我退下 你们都给我退下 我累了 黄祖母 您为何不杀傲拜 我刚才说过 他傲拜的脖子 比咱们的腰还粗 咱们眼下杀不动他 那您为何要杀苏克沙哈 他是孙儿的忠臣啊 我知道苏克沙哈是忠臣 就不会放心 我再告诉你 我要用苏克沙哈的人头 换天下几个月的太平 黄祖母 您这是枉杀忠粮 你要孙儿做个昏君吗 明天 可不是什么教导孙儿的呀 那么 我再教导你一次 等咱们 搬到敖拜之后 你理应如实召告天下 说苏克沙哈是敖拜杀的 他苏克沙哈本来就是个忠臣 你理应要为他平凡 给他的子孙后代 假观尽觉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到那个时候 你就被天下人 送为圣主贤君哪 孙儿 当年 我为了顺治皇位 委屈求全 化敌为夫 在那样一个漫长的岁月当中 我们母子啊 忍啊 忍啊 一直忍到顺治亲政之后 那是何等残酷的日子 你今日之辱 比起我们当年来 你差远了 难怪先帝也说 坐在地位上 就如同坐在刀山火海上一样 坐好 习哥沙哈大人 老朽 给你剑刑来了 先帝爷 老臣死不明不明 来 吴氏 是掌柜吗 门没锁 吴先生 我家少主子来看您了 吴先生 供救命之恩在下莫持不忘 吴先生太客气了 您的大作《汉父九问》和《兰草八章》 朕 珍珍名阳海内 几年前我就拜读过 今日相见不胜荣幸 惭愧 请问公子尊姓大名 毕姓龙 但名一个儿子 你叫我龙儿吧 家父因病不能前来相见 主我代她致意 龙公子 姑娘是 这是我表妹 名叫苏玛 她顽皮得紧 听说吴先生下榻此处 非要前来瞧瞧 吴先生好 请公子康上坐吧 请 苏玛 你的人伺候着 我出去一下 吴先生 此次京士 先生放着功名不要 竟然创出一篇红文 论圈地乱国 请问 你就不怕得罪当朝大臣吗 好 想必龙公子读到了此文 请问公子是否同意文中见解 其至同意 简直是阵龙发聩啊 在下既不是出于私怨 也不是出于家仇 而是为国际民生所虑 敖拜以阔军剑营为名 把民田黄土都偷去了 分送党属部族 而自己却不取一村土地 他在外人看来是奉公守法 而在下看来乃当朝俱奸 为什么 他不屑于谋取土地私财 谋取的是人心 他把国家的东西拿去送礼 到头来他要的就是国家 先生 你可真是严人真不敢严啊 公子啊 不出几年便有应证 目前这几年呢 太皇太后年老 幼主年弱 敖拜正可积攒实力 做官天下 待机而动 听家父说 先迭入官的时候 敖拜出生入死 攻盖三军 现在 他又是朝廷的栋梁 未及人臣 该有的他都有了 没有的 他以后也会有 他有什么好贪图的呢 公子真是善心人 恕在下冒犯啊 公子知人知面 却不一定知心 知理知事 却不一定知实 历史上 凡是陈强主弱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祸乱发生 陈越强主越弱 祸乱就来得越早越大 以先生之言 朝廷该怎么办呢 在下真是糊涂了 说这些干什么 忘了给公子上茶了 我来我来 你们聊 公子请 请 看看这个 你看 这个刀子 稍一半点 你看 好 洗得好 好 过家 你看 你 我 还有 我 等一下 等会 先生请 公子请 家父早就教导龙儿 先天下之幼儿幼 国家新王匹夫有责 朝廷虽然离咱们老百姓很远 但是朝廷上有事 终究会关系到咱们自家的饭碗子 菜碟子 朝廷如果发生霍乱 受苦的还不是咱们老百姓 所以我想请先生 一吐为快 公子肯定是个民门之后 心胸宽阔 好 那在下献丑了 以在下看来 如今能挽水火之人 当属当朝首席辅政大臣索尼 听说索中堂病了 恐怕不久人世了 病了 真的病了吗 病还有假的吗 有真有假 就算她真的病了吧 那就要看太后了 这位老祖宗可谓火眼金睛 什么都看得透透的 在下觉得 她是数百年来最不凡的女人 将来必定御满天下 傍满天下 在下说错了什么 你说太皇太后 欲满天下 傍满天下 太皇太后又不是公子的祖母 公子何必认真呢 再说 在下其实是在赞扬太后 历史上的伟人 哪一个不是欲满天下 傍满天下呢 是呀 是呀 五兄 有贵客来访啊 龙公子 这位是我的拜蒙兄弟 纳兰明珠 久闻大名啊 明珠先生 我昨天在黄榜上看见了 明珠先生位居近视榜 皇上投假第十八名 可喜可贺呀 哪里哪里 在下受朝廷之恩侥幸得中啊 龙公子为何不多坐一会儿 下次吧 我会常来向二位求教的 告辞了 告辞了 好 是谁啊 谁啊 我家婆婆想看看你家老爷 去去去 我家老爷病了 不见任何人 老祖宗 人家架子大着呢 不让进 丫头啊 正闻不让进 咱们就走后门 后门 走吧 你家佛幻 想来看看你家老爷 不见不见不见 快走 快走 不见 我家老爷不见 走吧 任何人不见 走 快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快走啊 老祖宗 这后门的奴才 比前门的还霸道 丫头啊 那咱们就进 专走厨子的小门 我们又不是厨子 怎么了 我走的你倒走不得啊 是 那 那小门在哪呢 前面有棵老槐树 树下有口井 就到了 老祖宗 您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所以我才当老祖宗嘛 快 走吧 快 什么人呢 就敢往里闯啊 我家伯伯前来看你家老爷 去去去 我家老爷病了 不见任何人 快走啊 别愣在这儿了 这儿不是你们发愣的地方 快走啊 走吧 老祖宗 天灾怎么办呀 丫头啊 还是我错了 龙有龙的门 鼠有鼠的洞 咱们呢 还是走正门 是 走吧 丫头 把这个 拿给所家的奴才看 谁啊 等着 怎么又是你啊 把这个 拿给奴才们看看 走 臣接驾来迟 这时奴才最该万死 来 起轿吧 老臣索尼叩见太皇太后 甭客气了 都坐了 谢太皇太后 怎么样啊 病好些了吗 有劳太皇太后惦记 老臣有罪啊 眼下正是朝政忙碌的时候 老臣千不该万不该 在这个时候病倒了 不过太皇太后驾到 老臣神清气爽 老臣这病啊 只怕该好了 是啊 不过这上了岁数啊 总有个不舒坦的时候 甭急 好生调养着吧 太皇太后 您要保重龙体啊 是啊 咱们大伙都该保重 你知道 这朝廷是国家的 可这身子骨呢 是自个儿的 是自己的 可它又是朝廷的 是啊 没错 太皇太后啊 老臣实在不想病 可有时候 不病不行啊 我看你啊 是个老狐狸 老是老了 病也病了 老狐狸 可只要你太皇太后一声吩咐 那也试图下山虎啊 苏玛姐姐万福 你是谁呀 我是老爷的孙女 叫贺舍礼 是索额图 让你来给老祖宗献茶是吗 家父吩咐我给太皇太后上茶 可是我不懂宫里规矩 不敢进去 懂规矩就好 现在是在你们家府上 不碍事的 来 我领你进去 进来啊 这不贺舍礼吗 是啊 是啊 都长这么大了 太皇太后啊 老臣在病中端汤倒水的 可小春啊 丫头啊 来来来 让我好好瞧瞧 这可真是女语大十八变啊 读过书吗 祖父请了家教和哥哥们一块念书 这就好 谁说咱女人不该读书啊 要我说呀 不但要读还要学惯古经 好女子不让须美 祖父也是这样教导我的 说 太皇太后年轻的时候 就是大清第一才女 哎呀 你看丫头说的 我有那么好吗 不是族不成人哪 老臣要让后辈们知道 太皇太后是万事楷模 哎呀 丫头过来 啊 太皇太后啊 今儿个也没做准备 也没什么可赏你的 不过呀 我要送你一件东西 啊 你看这 太皇太后 这可使不得 使不得要呀 什么使不得的呀 太皇太后啊 今儿喜欢这丫头 哎呀 还不快些 是啊 这就对了 来 我给你啊 我给你 带上 好看啊 喜欢吗 喜欢 真好看哪 好好好 你跟你那苏玛姐姐去玩去吧 去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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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太皇太后啊 那串珠子 您带了多年 您给她 我整整带了四十年了 我呀 还像你孙女这么大的时候啊 我祖母送给我的 大半辈子了 她从没离开我一天呢 可是我今天高兴啊 我呀 情不自禁的把她摘下来 给这个丫头带上 你说 这是不是缘分呢 老臣感激不尽呢 是是 索尼啊 坦言说 其实呢 你也知道 皇上现在呢 正是龙姓出城 正值青春茂盛的时候 该大婚了 我呢 老想给她找个可心的人 没成想啊 今儿啊 我看上你这个贺舍礼了 她知书达礼 聪明 孝顺 你看 这该有多好啊 你呀 干脆让她进宫吧 你放心 我会呀 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孙女一样 疼她 不让她当贫妾 也不让她当妃子 直接册封为正宫皇后 随后呢 你儿子素额图 就作为国账了 你呢 跟我一样 就作为泰国账 臣接一旨 太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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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家安重如山 孙中堂 太国账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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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倒是为了你定亲的日子 孙杰伯理 红月苗 曾经 孙杰伯理 有人同大人在 老人大人 大人大人 恭喜 前几天还要死活的 一眨眼都去惊事了 没瞧出来吗 老狐狸要出山了 恭喜恭喜 恭喜 太皇太后抬着索尼 就等于削了我的权 索尼一旦成为皇亲 势力就更大了 皇上在宫外头 也有了一座泰山 今后咱们的日子 就更难过了 以下官看来 太皇太后是放虎归山 意在中堂啊 太皇太后 就喜欢玩弄平衡之术 一会儿用我牵着索尼 一会儿又用索尼来牵着我 他自个儿呢 坐守渔翁之力 这正是太皇太后的高明之处 大臣们越不安稳 皇位就越安稳 我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他索尼不是会装并罢朝吗 我也会 赶明儿 我也躲在家里 画个画 钓个鱼 把乱七八糟的朝政 统统丢给索尼 中堂大人要向太皇太后示威吗 不成 班布大人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非但不能示威 还得示弱 怎么个示弱法 送礼呀 赶紧给太皇太后送上厚厚的贺礼仪 表示你的忠顺之意 臣服之心 以后再见机行事 谁能肯定将来太皇太后不会用你去牵制他索尼呢 带这么多宝物啊 何苦呢 我说奥拜啊 心到了就成了 何必这么破费啊 微臣只想换皇上一杯喜酒喝 你真客气 这么些年呐 你们辅佐皇上也真够辛苦的 你一直是二等宫吧 臣是 这么着吧 等皇上大婚之后啊 我尽你为一等宫 世袭网替 谢太皇太后后恩 还有一个才头 等皇上大婚的时候啊 我请你做司理官 让朝廷上上下下都瞧瞧 大臣之间呢 和睦相处 君臣之间呢 一体同心 这 皇上 老祖宗 嗯 说 孙儿不想结婚 为什么呀 孙儿还小 那先帝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 都有皇子了 听说那个贺蛇礼 长了一张视饼脸 愁死了 谁这么多嘴啊 真该割他的舌头 你是要江山还是要美人啊 都要 要是两者不能兼得 你要哪个 那顺志就是要美人不要江山 结果怎么样啊 孙儿要江山 这不就对了吗 有了江山还怕没有美人吗 更重要的是 你要是不成婚 你就不能亲政 明白了吗 太皇太后 一旨 帝王 成天意 顺民心 行大婚之礼 贺舍礼事 乃索尼之孙 所恶徒之女也 从会孝顺 柔媚秀丽 特立为中宫皇后 母仪天下 皇上 你看我 是长个士兵脸吗 好 好 好 朕 朕 朕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子 皇上 我都累了一天了 腰都快累断了 我就不能靠一靠 行 拿着 朕也得靠靠 来 靠着朕 来 真没想到 结个婚这么累 朕看过那礼单子 从早上五更起 到洞房为止 朕一共要履行 一百零三条规矩 都是祖上留下的 就是 趁亲卖一个门槛 就有五六个规矩 先卖哪条腿 然后该在哪儿停下 一丝一毫都不能错 我背了三天 累死我了 今后娘母一天下 更累 皇上 臣妾出了错怎么办呢 你紧记住一条 朕说你对 你就对 朕说你错 你就是对的 也是错的 知道了 皇上是臣妾的主子 今天晚上你也累了 你先歇着 朕还有好多公务要办 朕改着在你聊天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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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是朕哪 是朕哪 皇上 今儿是您的新婚之夜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想你了 过来看看你呗 坐 奴婢有什么好看的 皇上 苏玛姐姐 皇上 苏玛 朕结婚了 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不结婚 那是朕 你什么时候走 我帮你 你什么时候 那是朕 快乐 那是朕 李 BLK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